再来看一个让人气愤的事情 那近日在湖南长沙 有一位年轻女子 只因为没有让座 就被一名陌生的中老年人男子给暴打 那网友热议说 还有什么比用武力逼人 让座是更可恶的呢 因为没让座 竟然在公交车上被人打 这是长沙的段女士的遭遇 她在乘坐长沙七路公交车时 因为身体不舒服 坐在了老幼病残孕专座上 没想到突然被人重重敲了一下脑袋 原来身边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 质问她为什么不让座 在和男子理论的过程中 段女士又被男子挥拳打中了嘴唇 当时就红肿出血 提倡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 不仅是考虑老人年纪大 更是对老年人保经世事 明辨是非的尊重 如果连尊重别人都做不到 又如何指望别人尊重你呢